原标题 但是对之要具体分析 事实上在早期的蒋介石日记中 情况正好相反 无论是技术的篇幅 还是技术的文字中流露出的感情 都体现了蒋介石对于蒋伟国的深厚感情 而其父子之间的留恋与默契 在对蒋经国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 此时蒋伟国是蒋介石的长上明珠 蒋伟国生于1916年 幼年的他聪明可爱 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 他没有提及蒋伟国的出生 却用大量篇幅描绘对蒋伟国思念 教育以及与之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的快乐时光 1919年6月2日他写道 下午皆皆如 即臣皆如信 之也成 即遥也成 蒋伟国养母 伟国已道章 扶住古浪雨 扑劳跋涉 薪资烦闷 同 年7月14日 他在日记中写道 伟脚慢 问讯一次 事后心甚不忍 恋爱无疑 显然 前伟国的聪明与淘气 实在又喜欢 有时又无奈 显示了一个父亲 面对调皮的爱子的复杂感情 这给蒋介石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同样的 他也有平凡父亲的烦恼 同年8月18日 蒋伟国生病 他表现得极为担忧 伟寒热未退 心肾忧虑 而9月7日 蒋伟国因为玩弄点滞咬水 突染手骨 骨上起泡 心肾悲怜 而恨其磨也成看顾不周也 一时烧颤 心方斩 眷恋疼爱的心情 没有一点的遮拦 表现无余 并因此迁怒蒋伟国的养母 他的妾疗也成 设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并不多见 此时的蒋介石 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行径 已经萌生了极大的痛悔 因为早年生活上的不够减点 他正在遭受病疼的折磨 这促使他在远离女色方面下定决心 也使他更加留恋家庭的温馨 1919年 石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昔以为以色生情 亦以情生色之人自居 故见女色无不爱 由爱而贪 因贪而乱 因乱而增 因增而疏 因疏而怨 因怨而悔愤 嫌恶无不生也 自吻为我所爱 所贪亦在所得者几何 由爱而贪 以之而增而乱 而疏而怨 竟以此断绝放弃怨恨者又几何 其又始终如意 结果圆满 无所沾污者又几何 其又以爱何以礼礼 而毫无悔恨 渐轻者又几何 自有知觉 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 无以为以无能屈指 成所谓决东海之水 无以敌无过意 无能自省自心 而不自倒覆者乎 一 空即失色之语 无今悟乎 自免以观后效之何如也 作为一个性情中人 一个有朝气的年轻人 多情善感 无可厚非 但是过度沉迷于随色之中 则要付出代价 蒋介石此时已经悟到这一点 明了了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这是他对人生哲理的痛恶 到一九二零年二 月底他已经明白表达了戒除色欲的决心 一生溃毁之事 唯色欲 戒去色欲 由于他的小气 姚野诚与蒋母关系不好 使极为孝顺母亲的蒋介石两面为难 他内心十分矛盾 他认为姚野诚不够贤良 但是对打发他走则心存矛盾 因为姚野诚是蒋伟国的养母 如果姚野诚离去 蒋伟国怎么办呢 处置野诚是离合两难 再三愁处立无良法 乃决以暂留分柱以观其变 如果脱离 一则为无人养育 恐其尝起私母之心 令人难堪 一则恐其中不能离也 6月25日 姚野诚写信给蒋介石 表达了坚决离去的决心 让蒋介石很受刺激 考虑到对蒋伟国的养育问题 他对姚野诚的狠心 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其离退之心坚不可动 凶狠如此 是成男子之所不能为者 脱离故不可免 为养育问题 其将何以解决业 被伤及已 为了避免与姚野诚发生正面冲突 28日 他离开上海游览普渡 离家在外期间 他在日记中不停地记载 对蒋伟国的思念 留恋 如1921年1月21日 他写道 为咳嗽 已有一星期 今日烧剧 夜间发热 颇为优惧也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日记中 蒋介石 从来没有提及蒋伟国的身世 从行文中看 俨然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与蒋伟国相比 他在早年日记中 对蒋经国的技术很少 这倒不是因为 他对蒋经国缺乏父子之情 而是受到与毛氏不幸的婚姻关系很大的影响 这是他早年很少提到这个儿子最为重要的原因 他在对蒋经国的直接教育 抚养上关注的很少 如他在1921年5月4日日记中记载 人类以爱情相关乎家族之间 我代毛氏太过 自知非礼 但一见心狠 不能忍耐 如中国习惯不以离婚为丑事 则今日彼此之痛苦皆可免除 可增进天上之幸福 今难不然 图使彼此受累 而这种关系一直在 恶法 1921年6月9日 他在日记中记载 见毛氏 而心经 见其亲戚心游不快也 这种感情带累他对毛氏直接抚养的蒋经国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出生于浙江凤化 1916年 进入西口武岭学校学习 1921年 蒋介石将他带到上海 与早年对蒋伟国的眷恋相比 蒋介石对经国的感情要冷淡 复杂得多 因为与毛氏关系不好 他对这母子爱搭不理 但是有时也因此感到内疚 1919年4月8日 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毛氏与蒋经国 从上海返回老家时候的复杂心情 妻子今日回礼 与无心事有救 然夫妇知不如意 亦无可如何 但是他们的关系有时也出现一点缓和 这就会在日记中体现出来 他也曾流露出对于经国母子的思念 愧疚 如1919年6月14日 他在日记中就表露了类似的感情 经国母子已由张周到狱 唱快一集 从早期日记中 可以看出 蒋介石是一位性格很不稳定的人 时而大喜 时而大怒 他也会在事后痛悔自己的行为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感情极不稳定的情况有所好转 而且他更加看重亲情 对蒋经国和毛福梅 也有关爱的表示 据日记中记载 1926年2月13日下午 他陪同蒋经国母子等网游鱼珠炮台 一直玩到下午五十许 当然 是与对蒋美国连篇累读的记载相比要平淡的多 但是因为没有进发的激情 他对蒋经国的记载 也更加真实 可靠 可贵 1921年9月3日 蒋介石离开老家前往南方 他与蒋美国一一膝别 幼年的蒋美国不肯让父亲离去 让蒋介石很痛心 为时则一一不放 必欲与我同行 记则大哭 大叫喋喋 用力惊绕我身 不肯放松 中卫习母强组拉放 几乎出门 独在门首发不愿舍之声 死眼会逼人 眼长尤绝亲心可爱也 在依依不舍中 蒋介石推开伟国 强行离开了家 一人在船上独行 让孤身在外的他 更加思念在家的蒋伟国 他在日记中再次显露出了性格中的脆弱 近日甚想为恨不能与其同行尔 1921年11月28日 他在日记中表达了爱与经 为了复杂感情 他深沉地写道 为可爱 惊可怜 思之沉闷 1922年1月 虽然国内的时局还是动荡不定 但这对于喜爱游山玩水的蒋介石来说 并不能阻碍他抓紧时机去游玩 蒋介石很留恋故乡的山水 这将奉化迷人的风光 让他流连忘返 但他在这种时候 仍然不忘表露一下 他那多愁善感的个性 时局多顾 内容复杂 言之意欲伤悲 开叹无疑 他母亲去世不久 他又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从母亲去世的伤感中解脱出来 又想家庭状况 母亲时时不能在家与儿孙被杜碎 以后可怜我都无人了 爱惜经纬的人意少了一个 从此我 永不能再在家中与我母亲见面杜碎尽心笑道 思之更觉苦痛 玩血违信 为了走出痛苦 蒋介石表现出 对亲情的特别的留恋 一方面 他决心与自己旧时的放荡生活告别 另一方面 蒋介石更加珍惜与经国和伟国的父子心情 因受封建家庭传统教育影响 他一直对于亲家和母爱特别敏感 他特别孝敬母亲 对于儿时的生活特别留恋 而蒋伟国则让他想起儿时的自己 1922年5月3日 七时起床 上午约同逢珠二军重游法华岩祖山 就地冲游 触目心感 无有此山之第一次即祖父领我前往 跳跃发浪 无以今日之尾 将山途中 静止颠倒 又讹天险甚多 祖父痛惜医治者及此山也 吴父丧后 吴母望无成人 时教登山管理 吴舅父领吴上山 在途中口渴 踩琵琶以之渴者 亦及此兴隆庙头之小亭傍也 今日吴祖吴父吴母皆已去 而吴陵伟网游 不禁喜今 习无穷之敢以 经常带蒋伟国外出 并念景深情想起而时 旧父带自己上山的情景 使他感受到一个成年人 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 二十四日 他又带京 为两级逐生摄影 乘汽车游行郊外 玩与进宫谈天 同伟望天产舞台看戏 这次他带上了蒋经国 但是最后看戏 则只带了蒋伟国一个句 不仅带蒋伟国游玩 对于他的教育 蒋介石也不放松 他经常亲自为蒋伟国挑选书籍 他在日记中 经常记载为蒋伟国买书 教他读书等情景 这在日记中与一同出去游览的事同时出现 可以看出 他对蒋伟国非同一般的感情 1923年2月14日 下午与委外书购物 晚科读书 九十岁 15日上午整书 下午人遇记组 陪委外出游览 晚在家度就睡 科书 1923年2月21日 科尔 即为蒋伟国讲解书 教授书上的知识等 对于他的长子 他有时也会想起 1923年他在日记中再次提到了蒋经国 2月23日 清游家父户上学 2月底智果夫与金函 科外出游完 晚令伟放花筒 3月10日 他在日记中记载 新日经学问颇有进步 心颇自卫 虽然与对蒋伟国的记载连篇累读相比要简略得多 但是 料料术语也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赚恋 3月10日 简书 试经 3月28日 他日记的重心再次转向了蒋伟国 下午再加课为 初外十日 为品学皆有长进 心慎喜也 二十九日 上午为伪定颖本武册 三十日 上午定委课程表 四月三日 上午网木木植树 下午在学校种树 晚课为 幼年的蒋伟国聪明伶俐 接受能力很强 让蒋介石非常满意 1923年8月15日 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 他准备启程前往广东 但是在日记中 又表露了对两个儿子的留恋 今日对两极家事 事发依恋 不忍舍之心慎 且暗地吞泪 但尽管恋恋不舍 还是启程了 8月17日 在船上 他再次表露思念讲伟国 昨日与悬炉 登云 太雷同行 船中颇不寂寞 风平浪静 又为乐事 唯事念伟而已 从蒋介石的早期日记中 我们可以看出 蒋介石对蒋经国和蒋伟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特别是对蒋伟国的感情更加深厚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蒋伟国是他的样子 但是 他在日记中却从未流露出 相反 从对蒋伟国记载的篇幅来看 蒋介石是将蒋伟国看作亲生儿子的 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父子亲情 他不仅亲自给伟国买书 对他亲自教育 在旅途中或是在家乡 时时刻刻想到的 正是这个儿子 与蒋伟国相比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感情是有些不同 在经国幼年的时候 由于他羽毛式的感情不好 也带累到了这个儿子 对他比较冷淡 后来他将蒋经国带到上海 并送往苏联读书 正是这个事情彻底改变了他对蒋经国的态度 他甚至主观地认为 正是由于蒋经国后来被困在苏联做人质 才使他能够在1927年中得以平安 这个儿子对他来说 政治上的帮助很大 1935年2月16日 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当思塞丰师马之歌语 乃本周斯京复俄虽归来无机 然时救我国家与救我生命之最大关键 若当时鲍尔廷贡费等如不是我有子在讹 不具我反讹出贡之心理 则比辽不再越杀我 亦必于十五年都在汉治我死命意 晚年他对于两个儿子的态度是相近的 1935年8月9日 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时梦二子 1937年4月 蒋经国从俄国返回南京 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意 而对先比之灵四可告悲 此时 蒋介石对蒋经国更加看重 对于蒋经国的回国 他还要告悲他死去的母亲 因为他深知自己身上 肩负的家族的使命 作为一个父亲 我们对之的评价 可能要简单一些 在日记中 蒋介石表现出了浓厚的父爱 无论是对蒋经国还是对蒋伟国 他的关爱和思念 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与日俱增 但是 对两个儿子的厚语道 则呈现着不规则的变化 早年对伟国 他表现出极度的眷恋 部分是因为蒋伟国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深得蒋介石欢心 部分是因为此时的他 在经受着迷途归返时的畅往 由于后悔早年的荒唐行为 他已经决定远离旧生活 开始享受新生活中的天伦之乐 而蒋伟国正好处于他变化后的生活中的核心 由于他受新旧生活观念的共同作用影响 他对毛氏和蒋经国的态度是很矛盾的 但是事已时宜 随着时光的流逝 传统的血统之上的观念 再次主宰他的心灵 他对蒋经国从冷淡到思念 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 毛氏在日本人对浙江凤化的轰炸 中被炸死 蒋经国到凤化去处理后事 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父亲 在信中他表达了他母亲的意愿中对父亲的爱 并透露了他母亲曾经未解除蒋介石的灾难 自愿接受上天的惩罚的毒事 这让相信报应说的蒋介石有很深的触动 在蒋介石运记中 他特意收藏了这封信 也透露了某种思想转变的迹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